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謝爾曼 與南韓外交部第一次官崔忠健 與日本外務省外務事務次官 申建良舉行了三小時的會談後 單獨舉行了記者會 謝爾曼說會談是有善、有建設性和實質性的 他說三位官員討論了南中海自由航行 和飛行自由的議題 三國承諾推動民主價值觀和人權 並且重新決心維護印太地區的包容、自由、和平、穩定與開放 謝爾曼在會後舉行的記者會上說 就好像有些時候那樣 日韓之間存在一些雙邊的分歧 正在繼續得到解決 他說其中一個與今日會談無關的分歧 導致今日記者會的形式出現了改變 但是沒有具體說明是什麼分歧 導致三方無法舉行聯合記者會 日本駐美國大使館一位發言人說 由於日本與南韓之間的領土的紛爭 外務事務次官森建良決定不與南韓外交部第一次官 崔忠健同臺建記者 這位發言人說 東京方面一天前才向首爾提出強烈抗議 抗議南韓警長登上日本的捉賭訪問 南韓說該賭罪是獨賭 並聲稱對之擁有主權 風情歌賭 第一次發言人說 內部有關協議 除角質地 不斉然 敬禁嚏 閔 脫裁 發言人說 發言人說 被發言人說